姚毛战绩 能听见吗 能听见说 我看你这个直播盒这个视频也蛮久了 我今天39度的高超 但是就是来跟你讲讲话 你别敢套巴伙 直接从当时开始说 好 从当时开始说 之前看到你有一个视频 感谢小巴等等 那个人讲的是关于中国的一些地租经济 还有目前中国民众生活的一些问题 就是因为地租经济从香港那边开始 然后慢慢核射到内陆 啥叫地租经济 地租经济就是政府卖地 这能不能说 你不会用安全词是吧 我知道了 你要不会的话 你要给他装饭卖傻的哥们 那咱俩可以换个地方 我知道 那个啥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事 然后导致房价高涨 然后像我这种人 我其实就是买了房的 然后其实也处在这波 也比较惨的一个阶段 然后平常又要还房贷 然后实际上房什么玩意儿又跌了挺多 这是一个点 第二个点是关于现在有一些 就是我想问一下 你买了房以后涨价的时候 你出来不仅要问过吗 说给谁分点 分个红啥就问了吗 对 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那你自己麻烦你在你说 你自己问题的时候 能不能不要理直气壮 房价涨的时候 没看你出来说给谁分点 DAL的时候涨得好像这不好 那不好 对 你说的没错 但是这是一个普遍问题 普遍问题 所以普遍就你有理 大家都挣钱 大家买股票都挣钱 你赔了你就得不仅要问 对 我没有理 但是这是一个现在普遍存在的问题 该 该 该 这现在是不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你该 好 那我们谈下一个问题好了 为啥谈下一个问题啊 不谈了这个 这个因为我没有办法跟你达成共识吗 因为你不觉得现在 你该啊 你该死了 你该死 你只这玩意儿炒 我告诉你这东西 如果真的是刚需 是不在乎价格的 明白吧 咱们这么说 房子刚需不在乎价格的 因为啥 我不可能卖 卖了我没定数住 对吧 我不可能房子压过去 抵押贷款 所以如果是刚需的房子 是不在乎价格 涨了跌了 你少说话 如果你既说是刚需 你拿过住 然后房子受市场价格波动 涨的时候 你一个屁不放 跌了的时候 处理不仅要问 你该死 听懂了吧 然后我再露一嘴 当才这个观点 其实是 当时我在看 那个卢群阳和温铁局 是谁也该死 他们说出的 你觉得卢群阳和温铁局 你不用 你不用给人扣帽 谁要是买房子 涨价的时候 不逼他一声 现在降价出来 不禁要问 谁是谁该死 你不用断章取玉 我说的很全 我从头到尾 说的很全 涨价的时候 一个屁不放 跌了的时候 觉得不禁要问 那就该死 谁说谁该死 那你觉得地租经济 有没有问题 如果你不知道地租经济 什么 我觉得你可以后面去聊一下 我觉得你可以这么说 就是你咱把这个东西 说说说 比如说 土地买卖这东西 怎么好 你觉得 比如说像美国这种 卖地这种 当然我没有说 我肯定是觉得 那你觉得怎么好 你觉得怎么好 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 你把话说完 我跟你讲 咱俩一个话题 一个话题 你这人召集上来了以后 这个带一嘴 那个带一嘴 把你整个buff全铺满 第一个buff 我不纠正 你下面咱俩讨论第二个 好像第一个我默认了一样 听懂了吧 所以说你在讨论土地 比如说咱们在一个地方生存 你甭管是国内也好 国外也好 在一个地方生存 土地怎么怎么呈现给你 你认为合适 是拥有使用权合适 还是永久 永久归你 然后每年收地税 你觉得怎么合适 当然肯定不能是永久 你期待的 对 国家也是有伤害的 你不用考虑伤害 你觉得怎么合适 那你觉得现在这个防什么 防某价被炒得这么高 然后这些资什么某什么家 被这个套某线之后 离场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 这是三件事 哥们 你说的这是三件事 首先我如果作为一个投资方 我任何一种买卖 当我觉得够的时候 我的一场无庸置疑 无话可说 剩下的全是韭菜 没毛病吧 对剩下的全是韭菜 那你觉得这个事 你先咱俩把它拆开说 咱俩把它拆开说 这件事是三件事 第一 我作为任何一种投资形式 无论是以前玩的那个 壁子的玩啥 玩啥什么买卖的 我进来投钱 你们跟着进来挣 前期进来挣点钱 后期的当韭菜 我撤的时候 你们全是韭菜 没毛病吗 对没毛病 确实是韭菜 是吧 确实是韭菜 所以说最对于资本立场 没啥好说的 这是第一点 我不同意你这个观点 你觉得我身为一个商人 我在投资一项东西的时候 拉着你也好 或者拉着一大帮人也好 进来了以后 你们挣着钱 我需要对你负什么责 这是个商业行为 对吧 咱俩不是说干什么慈善 慈善什么东西 你以慈善名义 给我圈进来了 是个商业行为 我入场 你跟着入场 然后你建这东西利好 你现在是也享受到 各种收益了 然后现在我撤了 我离了 我挣着钱了 我撤 你觉得我应该对你负什么责 对 你刚才说的这个 确实很有道理 然后现在离场了之后 我们的这个政府 确实也在做兜底 那肯定的 因为你输不起 因为你输不起 我们民众比较脆弱 咱们民众说白了 没经历过那么多 大风大浪投资 对吧 对 这个是很对的一件事情 我也没有说他都做的不好 那你说他的意义是啥 咱俩讨论干啥呢 但是这个过程中肥了一部分人 是不是 肥了一部分人 就是他们挣着你没挣着 我还是那句话 你房子涨价的时候 你有没有出来 要给谁分点钱之类的 有没有说过的话 我没有经历过涨的时刻 我是在最高点买的 就是说白了 确实也是刚需没办法 说白了 就是挣着钱的时候 进钱的时候 咱就是心照不宣 应该的 作为既得利益者 我现在买上房了 你讲话那些苦苦奋斗的 白手起家的 分比没有的 家里一分支持不了的 你就交房租 你哭哭交房租 你交的钱 我拿来养房子 涨钱 涨价 我应该我投资眼光 我这人嘎嘎精明 这个掉价了 或者是价格涨得没那么快了 我不禁要问 资本离场了以后 谁来给我们兜底 你谁爹啊 他本来就是一个住房 他不应该具有这个 好 如果是住房的话 为什么会 你会 如果是 如果是本来就是一个住房的话 为什么会存在出租市场 出租市场 这是另外一个事情 你跟谁租的 你跟家里租的吗 哥们 你是跟个人手租的 如果他本来就是个住房 当你套这个buff的时候 如果住房子 就是拿来住的话 那你租的是谁的房子 我没有租房 在你没房子之前 你住的是 你租的是谁的房子 我家里 那个 家里本身就有 就是你家里本身就有房子 那些那些家里本身没房子 比如说 他到那个大城市去打拼的 或者是人家那个孩子 在本地出城 安家落户买房子 人家前面租的是谁房子呢 他租的房子 因为房价的价格高 他们那个阶段的房租 那你租的是谁的房子 问题是 你价格高 价格高是怎么高的 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是个扎堆效应 它是怎么高起来的 是因为大家都觉得东西物以稀为贵 土地在定义上面来讲 就是从事房地产 所有人进去第一课 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 意味着什么 房子买一套就会少一套 在绝对的地段面前 买一套就是少一套 这没错吧 这基本认知我是有的 所以它具备强保值性 对吧 保值性 那你买了以后不会掉价 这其实你作为投资来讲 你知道到这才是应该你 你懂的第二句话 就是土地具备强保值性 但是它具不具备强升值性 要看市场 我知道你说的是看市场 没错 没错吧 现在的市场情况 就是导致你降价 为什么通缩了 大家有钱不敢花 不是钱没了 不是突然间钱哪去了 钱是通 大家不敢花了 对吧 消费能力下降 消费不像以前那么有勇气了 然后房子价也降了 为啥 你这个东西就是个扎堆效应 都买的时候它就往上涨 都不买的时候 你不买我也不买 谁也不入手 不入手 他着急往出卖 他要回钱怎么办 那就降价 降价带着你也会降 这就叫市场经济 你一口一个经济 一个经济 哥们儿我可以这么说 除了你手上写那俩字 你啥 你跟经济相关东西 你是狗屁不懂 你一边都不懂 市场行为 你房子第一属性是什么 是商品 对吧 商品跟你发生的关系 只能是交易 如果是交易的话 它就存在风险 我说不了其他的问题了 你忙啥的 你忙啥说后面的 哥们儿咱俩一点没说明 你忙啥后面 着急着帐 那你觉得时间够 那你就继续 我时间有啥不够 我着急干啥去 我着急干啥去 你怎么12点 你太老像 你招手必须过奈何桥 我觉得你说的确实有道理 你忙你忙干啥去 咋的了 你要到点了 你要搞费账上 那你不行就先撤 没事没事 可以继续讲 我刚才觉得你说的那个点 确实很有道理 关于这个经济 我确实很有 不用套拔 那你告诉我 那你告诉我 现在说的东西合不合理 对不对 那像你前面是最开始说的 房价降了 资本离场之后出现了 资某本离某场之后出现了 不管是房地产 还有其他行业的大楼 出现了走资这样的行为 导致很多 我们人民的钱到了外面去了 从经济行为上来讲 比如我是个卖冰糕的 你别说离场离场去 比如说我在长春 我是卖冰糕的 你原来是每天都要吃 我十串冰糕的 然后你跟我买 买了冰糕 冰糕你可吃了 哥们 你可不是囤在手里了 冰糕你吃了 然后我现在卖冰糕 挣了一万块钱 我拿的一万块钱 我直接上北京了 我上北京卖冰糕去了 然后所以我作为资保本 我离场了 我应该向你付什么责 你应该交税 我没交税吗 哥们 我的个人所得 我不用交税吗 你只是个人所得交税 但你的盈利性资产 没有交税 我以公司名义 卖你的冰糕 我为什么可以不用交税 你告诉我 你没有交盈利性资产 我什么叫盈利 个人说 哥们 公司正常入账了以后 进来了 你是能抵掉的 发票也好 能抵掉 你抵不完了以后 这个钱你往哪去 只要往兜里穿 你必须交 不往兜里穿 你公司往这一摆 你也不可能往别的地方拿 你懂吗 现在其实我说的 这个就是卢旗员的观点 如果你觉得卢旗员有问题 你不要老是套卢旗员 卢旗员本话说的是啥样 说实话 大家心里都有数 你们这种 你们这种立马 早上前两天 还跟着又跟着套卢旗员 什么21万亿 那个流向 流向国外了 那上面公众号 如果情况是真的 又写汉钱流汉钱 你不用给人套卢旗员 我们直播店里 没一个傻子 哥们 都明白新名证 咋回事 你不用套人家 你就是不是你的观点 不是你观点 要不然等人家找我 找我 找我 我再跟人家聊 跟人家聊 你又不是传话呢 你是替人家去 你是小钻峰啊 哥们 这是一个 人家的观点 跟你表达的完全两回事 我下面才是我主要观点 我刚才说的两个 是一个铺垫 所以你别拿别人铺垫 你铺垫这俩人 一个人我也不认 人家表达的东西 跟你没有一毛钱关系 可以说我接下来的观点 说你自己观点 我继续说 就是因为这些事情 其实我们发现 当然啊 就是我们 我们这个地方 其实还是有一些 不好的地方的 当然我也很喜欢这里 我本身就是 怎么个不好法 你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的 劳动人民 其实过得还是比较辛苦的 哪不辛苦 你举个例子 应该怎么样 对 我知道有可能 确实别的地方 American对吧 他可能 底层民众 他过得也辛苦 但是这个 不管他是哪里的人 他是不是存在的问题 所以这个 这个社会 是不是你向往了 咱不说国外 哥们 咱不说国外 所以在你的概念里面 就是应该 一个社会当中 咱跑去别人 跟别人没关系 插起门 自己家里 一个社会当中 所有人应该都不辛苦 所有人应该都是 衣食无忧 现在大部分人都辛苦 现在主要是大部分人 我不是希望衣食无忧 最近今天还那个什么 劳动人民一定是辛苦的 虾某皮 哥们 从一个社会的完善程度来讲 从现代社会上来讲 劳动人民一定是辛苦的 因为资本是靠钱生钱 劳动力是靠力生钱 你在说话的时候 你老是上一个题没扣 就直接开下一个话题 然后让大家 让大家 你把嘴闭一会儿 你抢着说 你也抢不上 我说不好听 哥们吃把门 抢不上热乎的 你要想扣下一个话题 盖棺定论 想在下一个话题之前 我一定是打断你的 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劳动力是以力换钱的 资本是以钱换钱的 作为劳动力来讲的话 你的生活一定是辛苦的 因为你是用力换钱的 任何一个岗位都是这样的 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说我劳动的这个人民 他做的这个 他挣的这个钱 比资本挣的还多 明白吗 这是不存在 所以在你 你作为辛苦的时候 我告诉你 应该怎么去比 你现在辛苦不辛苦 不是跟其他的阶层去比 而是跟三十年前的你去比 比如你说 我就是最基本的一个 打罗斯的工人 三十年前你是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生活 对比现在你是什么样的生活 这样来鉴定你幸福与否 不是说三十年前 你是个打罗斯 三十年之后 你此成副业 你今天还是打罗斯 但是你想干上 当那个比长长还好的生活 不可能你不配 因为你没剧 你没有阶层跨越 你还是在这个停留的地方 这就社会就像一只手一样 永远都有最短的那根手指 如果你 你现在就是最短的那根手指 你不用要求你比人长 你长不了 明白吧 相比之下 就算你这根手指两米长 相比之下还是有比你长的 你不可能当人上人 原因就是什么 原因你根本逻辑 根本认识 从社会角度 从经济角度 你根本狗屁不懂 你就给网上东拼西送 你拼点稿子 你给这会儿 试着带个节奏 你一句都进行不下去 你说一个观点 我就直接博你一个观点 你往下 你往下 你往下每说一句 你试着盖棺 你扔出一个点来 我就跟你说十分钟 你接着念 对不对 下一个 就是我今天要说的问题 就是你这个 我看了你很多直播 你看过哪场直播 你举个例子 我反正经常会刷到你 好 你经常刷到我哪类直播 我都在说啥 你基本上都在 当别人去反驳你 你举个例子 别人反驳我的时候 我说啥了 别人反驳你 我们这个地方 没有外面好的时候 好 谁说出任何结论了 谁能举出任何一个实例 包括你在内 能不能举出来 这个我哪能完全记得到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其实我这个人逻辑很简单 当你跟我说 A比B好 或者是B可能比A好的时候 请你举例 B哪好 举不出来 就从我开直播 一年半到现在 至少有不下上千人 上来过 不禁要问过 有没有一个能举出例子了 比如说这个例子摆在这 铁正如山就摆在这了 对 你经常在说 外面哪个地方差 这个我当然是我 外面哪个地方好 如果你有任职的话 请列举 如果没有的话 少废话 外面不好 我没有说外面 外面好与不好 你没见过 请你少说话 小评价 因为你说外面不好 其实他 你说完了 那他好的东西 得与你有关才行 很简单 我不是没说过 只能证明直播看的好 我告诉你 美国好 农业非常好 你把嘴闭一会儿 给你讲 让你说外面好 我教你以后说人好 美国农业政策特别好 他们本地 没有人愿意当农民 地基本上是以最低的费用 卖给这些农民 而且是什么呢 而且地税 是免好几年 甚至十几年 当他们买农用农具的时候 大概的什么 零首付 三年之后开始还 零首付零利息 买农用具 比如说买拖拉机 买什么东西 鼓励他们去中心 就是哪怕是这样 最终他们东西 还得是从他们家后花片 从这个墨西哥往里拿 为啥本地人 没有一个愿意去干这个东西 愿意干的人非常少数 然后产量也足 远远不足 明白吧 他们这个东西 只针对他们本地人开放 在你申请的时候 我跟你这么说 你见过农场主 白人红脖子 你有没有见过农场主 黑人紫脖子 你见过 你听过吗 黑人农场主 你见过吗 这个东西就啥 这只给人家核心的东西 这个东西好不好 在美国上来讲 如果你身为一个农民 如果你从美国角度讲 农民对农民是好的 但是与你有关吗 与你无关 好那你假如 作为一个观众来讲 你凭什么要求我聊这个 与我有什么关系 我通过这个 我能歌颂人家什么东西 与你有关吗 它是针对你身为个中国人的好吗 不是的话 我去念这东西 我像人家一样 这是人类的灯塔 自由文明 我念这个东西 意识与你有关吗 你去了 你能感受吗 请你给我举个例子 我是不认的 哪个你不认 你可以反驳 哪个你不认 国企划是农场主这种 他对农场主好 但他对农民不一定够好 没关系 哥们你对农民 你根本不懂 你根本不懂 美国的劳工法 你根本不懂 你要给你补的课太多了 所以咱俩探讨的时候 你尽量少谈国外 你就谈国内得了 你还有一丝胜算 我谈国内 好吧 我继续谈国内 好那我说了 就是因为你这个账号 其实我没有听到你说 国内不好的地方 我觉得作为一个这样的up主 应该会要从多方面 国内很多不好的地方 国内很多我认为特别不好的地方 立马就需要改的地方 像你们这种 应该出一个范子 就要撕嘴的行法 你看新加坡 新加坡随便随地什么土坛 土个泡泡坛 也有边形 我认为互联网比测洋里 也应该撕嘴 我 我 我那 确实有不好的地方 我不说这个撕嘴的问题 我是说像你这样一个up主 就是一味的猛吹的话 它其实是会让你 那你 如果你有任何 你有任何博的点 比如说我说这东西 你说根本就不是你说那样 你夸张了 你猛吹 吹是什么 基于 基于这个什么 基于现实之外往上夸 这叫吹 基于现实之下往下黑 这就黑 对不对 你如果觉得我猛吹的话 你请你例举 我说的哪个点不是 你说我们对比30年前确实是好 但是现在社会确实存在很多问题 那你举个例子 你哼不唧唧 你从上来连卖20分钟 你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现在996不是很明显的例子吗 996是你的妥协 还是商家的强制要求 这个是一个 就是 就是一个集体向益 你在这样一个东西中 没有 就算你说这个东西是个羊群效应 头羊领着去干996 你也跟着干 哥们 现在我想问一下 你现在打罗斯的工厂 996要求的话 有人拿链子拴在你脖子上 不让你走吗 如果这个东西不靠法律约束 它是停止不下来的 法律 我告诉你 即使法律约束 比如美国的劳工法 非常清楚的要求 每周40小时工作 每天最多8小时 超时了以后 1.5倍 或者到2倍 节假日 要2倍 甚至乘1.5倍 对吧 非常标准的要求了 我们劳动法也有 但是他执行过吗 不不不 等一下 这是两回事 当然如果在你入职之前 你妥协 你说我愿意7天全都干活 包括以全职薪水 你们听美国劳工法的时候 只听前半段 不听后半段 全职薪水 不以小时计算的 是不存在工作时间 这个概念的 明白吧 你只需要把你分包的活 干完就行 这个活 比如说IT厂子 你负责把今天这个小块 把它供下来 这一个月 你们小组把这个事干下来 这一个月 对于牛逼的人来讲 可能他们一个礼拜 整个小组12个人 全干完了 剩下三礼拜 天天在家浑水摸鱼 他连公司都不去 对于不行的人 就是把头发熬掉 那你看看美国程序员 有没有没头发的 掉头发不有的事吗 首先人家工作性质不一样 其次 国内没有强制996工作 就包括你现在任何一个城市 都有8小时 甚至4小时 5小时的工作都有 不妥协的是你 为什么呢 你不妥协于那个薪水 你是想挣996的薪水 对吧 我想妥协 但是别人不妥协 导致我也没办法 好那你去怪别人 那你怪国内干嘛呢 跟政策有什么关系 如果他强制 他强制呢 如果他强制 就是说白了 明天如果家里强制 所有人出门 只能出一小时 只能在外面走一小时 然后呢 你就不用在外面走了 你最烦的就是出门 逛商场啊 你最烦出门 强制所有人出门 最多只能一小时 但如果是这样强制的话 你就不用出去走了 所以我可以这么理解 哥们 你现在是一米五八的个 你卖烧饼的 别人长一米八全砍断 从小腿开始敲 敲舌 人家愿意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这不耽误你优秀 我说句最简单的话 哥们 别人干996工作的时候 他挣那个工资 如果你觉得你值 你每天八小时 就值人家996的钱 你就去应聘呢 甚至如果你瞧不起这钱 你当总裁啊 你当CEO啊 你继承你爸三千头牛啊 没有你就过闷闷的 跟着干呢 你说啥呀 你要不要吗 八小时的工作没有吗 哪个城市都有啊 钱少点罢了 你愿意吗 你不愿意 你既要工资高 又要工时少 你是啥呀 哥们 你什么学历啊 你能在哪 你啥行做 你有病吗 对不对 那我问你啊 就是他这个 我说的强制 肯定不是说 让法律强制 肯定是让这个政策 去推行 让慢慢 政策一直在推行 政策一直在推行 做化民众这个概念 我告诉你 民众怎么去做 和政策怎么去要求 他永远是两件事 一个是自上而下 一个是自下而上 对不对 996是怎么来的 你知道吗 怎么来的 你讲讲 我告诉你 这个996实际上 他的效率并不高 不得不承认啊 虽然说996没法 他效率并不高 你避免不了 我还是滑水 对吧 我下午老板不在睡觉 你避免 996的效率并不高 但他是怎么来的 他是本身各位 在座各位上班 这话可能要伤害很多人了 在座各位在上班的时候 8小时也好 4小时也罢 有没有做到 说是我心无杂念的 我就在这一心一意工作 我效率非常高 有没有 其实是没有的 有一个算一个 其实是很难 很难做到这个的 那同样一天8小时 你能干出的量 我告诉你 一天8小时 你能干出的量 实际上有可能 只等于4小时 或者牛逼1.6小时的量 那商家在想要 想要达到他的这个量的时候 将会以一种惩罚性的措施 你要不 要不你就直接干12小时吧 我能 我能 我能通过12小时 让你干出8小时的量 对吧 那你看你作为商家 你作为商家的角度来讲 我招你进来 我按8小时算 你只能干出4小时量 商家的期待是什么 会不会 他的期待并不合理 会 他的期待说 你希望12小时 干出12小时量 那你不恶心人吗 别人都一天8小时 你凭什么让我干12小时量 如果说他给的价值 他给的价格 我既希望你能干出12小时量 我又一个月只给你3000 那他就得饿死 这商家得饿死 这才符合市场逻辑 对不对 你给这么少的钱 要求这么多的活 谁来干呢 那如果说他给出这个钱3000 有的是人干 怎么说 你这时候要怪那些干的人 你就算怪干的人 跟家里有啥关系 对不对 你可以怪这些人 人性这个东西 它是有底线的 我就像我经常说 每个人头上都有个数字 996也好 8小时也罢 总有一个数字 是能让你动摇的 这些人因为数字动摇了 与你何干呢 与家里何干呢 这是人性的问题 对不对 对就是因为是人性的问题 人性的问题 你讨论家里干嘛呢 跟政策什么 家里不推动啥 那怎么着 难道强制性 你出门8小时 给你关回家去吗 怎么落实这个事 如果企业选择了这种方式 来使工人提高效率 那他是不是 其实就是 他只是 他其实就是违反了劳动法的 只是他做的 不不不 他首先在8小时工作 是提成 提成996的时候 有没有给你增加薪水 这很重要 他哪怕就给你 他哪怕就只给你增加一块钱 你说我一月挣三千 我给变成三千零一 我什么不了解的 你了解 我有啥不了解的 我在国内互联网大厂 好几个大厂 你在哪个大厂工作 你但凡在大厂工作过 那是按项目挣钱的 哥们 除非你职位太低 你拧落私 打托尾声的 你可能不懂 大厂工作是按项目挣钱的 你写代码也是按小组 讨论项目挣钱的 没有按工时挣钱的 好吧 你别一说 到时候大家又揪你 你大厂 你跟着催 哥们 我真没吹 我在京东 你是写代码的 对 我写代码 我在金某东 我做客户 给兄弟们展示一下 那个CMD CMD里面 外挂一个时钟 在屏幕上挂一个时钟 那个代码是啥 我做客户端的 IOS开发 那你给我说个业内东西 我也不知道你做的是啥 你说个业内 证明一下自己特别专业 我们听听了 开发run time run loop 这个其实有啥好说 你秀一个专业的 你跟我们不懂的 一听这种 让我感觉你贼牛逼 扯远了 秀这个有啥意义呢 那你说你大厂 我想听一下 你大厂多牛逼 你还说不出来吗 没有必要说这个 我说这个 我感觉你现在说这个东西 但凡我看过一集 有关程序员的营销号 我都能说出来 我还是想说我的事情 我还是想说我的事情 不好后说了 OK 那说你的 来 我还是想说我的事情 我其实在工作的时候 它确实没有明确规定996 正常上下班时间 但是大家都不走 你走了之后要被老板说 被老板喊过去 这是两件事 一个是道理 一个是法律是怎么规定 法律没有强制要求你996 法理行 对不对 我最经典喜欢法理行 因为顶多这仨原因 法律上没有规定 你必须996 对吧 道理上来讲 到点了也可以下班 对吧 你到点去下班 但是大家都没走 你出于什么没走 你出于情没走 对出于情没走 我走了 我就要被牛化 你别走人情啊 哥们 你有理你怕啥呀 你是金子 你到哪都发光 你怕失去这工作吗 大厂你随便换 我到8点我就走 我工作效率就牛逼 你就直接不干就完了吧 明天老板跟你羊吧 你直接炒他有余啊 对啊 我把他炒了 那下一下 我把所有厂子都炒一遍 那我还去哪干活 那就说明你高估自己了 不就这么简单吗 对不对 你咱们很简单 咱们很简单一个道理 我现在手里面 我现在手里面拿个打火机 我认为这个打火机值一万 我卖遍了全世界所有人 没有人肯花一万买 那就我卖贵了 不就这么简单吗 世人都懂得道理 对不对 我卖一万卖不出去 就是卖贵了 我跟你讲讲 这打火机一万三 你说这个道理 那我再说一个点 如果 比如说我现在 比如说我现在工资是 我说个随便说个算 比如说我现在工资是三万一个月 我在那边996 如果我跟他说 我希望一万一个月 但是我不996 这个做不到 能啊 你这个年纪 我33了 你这个年纪 你就应该是三万的工资 你不应该是一万的工资 他不给你这个选择 不是 一万的工资是什么 一万的工资 不参与这么长工作时长 叫啥叫兼职 明白吧 你比如说你现在干12个小时 按照时长来讲的话 你变成四个小时 然后只挣一万块钱工资 你这要兼职 我不允许兼职 我不允许兼职 我必须全职 我不允许你三心二意的 没毛病 我不接受兼职 我不招兼职 那你还是承认他 他就是愿意用三万块钱 买我996 三万块钱买你996 你不愿意 你可以找八小时工作制的 如果说IT行业 你搞电脑 什么客户端行业 如果这类的行业里面 没有八小时工作制 你说我找遍所有地方 没有八小时工作制 你可以尝试干啥呢 你可以尝试卖并购 你可以尝试送外卖 上下班时间自己来订 挣的钱的 其实也能挣上一万 这说明行业不适合你 这个不是说明 你不适合 你不适合 说明是行业不适合你 所以你觉得企业强迫员工 没有强迫呀 哥们你可以不干 你可以不干 谁拿绳子拴着 你必须得在键盘上面工作了 我不说强迫了 那你觉得企业现在的 这种模式 企业确实是想让你996 这个实话说 他确实想让你996 他巴不得你零零起 没错吧 他巴不得 因为啥 因为作为一个赚钱的企业来讲 他想赚钱的话 他一定是能够开源节流的地方 肯定是开源节流 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 道理都懂 但这只能出于层面上来讲 你们这些人总喜欢 把情面上的东西 就是法理情里面的情 拿法去说 明白吧 情面上的东西 我是懂的 说白了 他最好都不用我去公司上班 我在家配个高配这点电脑 我在家办公 我保证效率一级到位 这才好 关键这只是情面上的东西 对吧 我纠结的点 其实就是我觉得这样做 你说这个是情面上的事情 你不在意这个东西 我不是不在意 我在意又能如何 你在意又能如何 对我知道你在意 你在意又没办法 我也在意 我原来也是上班的人 但是我跟你说 我在美国这个劳工法的体制下 我上班 别人9点钟上班 我12点 别人5点钟下班 我2点走 你卷完吗 我不卷 我没卷 我下午2点走 我不卷 我就上4小时班 我挣的还是最多的 我让公司一年利益翻 翻了400% 那是你能力 好那你没有的话 哥们你就忍着 不就这么简单吗 但是他把我招聘过来 他是认为我 招聘 他把你招聘过来 说白了 你就是你在企业里面 属于打扫尾声的 你的你虽然你干的活 不是尾声 但你属于打扫尾声 这地不擦不行 我找个人只要能擦就行 至于是谁无所谓 不可替代的 确实不是不可替代的 那就不就完了 所以我其实 想表达的一个观点 就是我们存在问题 但是你会通过你的说法 去辩驳 你只要理 我今天来上来 就是想说 只要理你清楚了 道理你清楚了 法律你明白了 情面上的东西 是你自己人的体现 我可以这么跟你讲 你现实不是个情商很高的人 你说话不太会转弯 不得不承认 你还是很需要人情的吧 你懂吗 你情商高吗 哥们 同样一句话 你知道怎么说不得罪人吗 你情商不高 你说如果在一个社会上 混得风生水起的人 牛逼的人 一定是双商都很高的人 你已知情商不高 混成这笔样有什么不合理的 你告诉我 就是你期待的那种生活 一定双商都很高 那如果说你已知自己情商不高 你混成现在这样 你有什么觉得自己冤的 还是你觉得我就这样 我也要跟他一样 我没有觉得我混得多差 我只是觉得 我们这个地方还存在很多不合理 你不要说合理 他合理 不合情 不合情 合理 他是违法的 他不是违法的 他在基于八小时工作之外 他的薪资确实比八小时给的高 这你不用说 但是他的劳动合同上写的不是996 不是 劳动合同 我跟你如果劳动合同都没写996那种 你妥协的那是真的是纯粹的人情 你妥协 你妥协给人情你还说啥呀 你到这就走啊 00后整顿直躺就这么整顿的呀 比如说平某多 他就是写在劳动合同上 劳动合同上给你写的八小时工作制 没问题啊 不是 劳动合同给你写的八小时工作制吗 对呀 你劳动合同上写了八小时工作制 你当你加班的时候 有没有人让你加班 你的打卡记录是按多少时算的 如果你的打卡记录是按照996算的话 你可以走动财呀 他不搞打卡呀 不打卡 然后又没强制加班 你选择在那加班 然后你又喊怨 你要你不干又不行 你辞职还不行 那你坏的是啥 我能想到你同事的那个嘴点 一到下班的时候来精神了 白天的时候光光摸鱼 一到临到下班点五点钟了 开始拼命的 老板先走 我着急 我得我得我得继续 我马上我快打完了 不用着急 不用管我 他跟着框框跟着装相 他跟着帮帮撞相 你别管这事对不对 这事不是法律规定 他这么做的 对吧 所以你到最后说的是人 你最后说的还是人 人情问题 你说的法跟理有什么关系 法律上面来讲 人家肯定不可能有 每个公司都有法务 哥们 所以这个就是法律 他不够玩 法某律 那跟法律没有任何关系 法律怎么规定才完事 法律规定你叫张三 张三一切以张三的意义为优先 可能吗 法律规定说任何东西 就算现在只要求工作八小时 你以后就比如说 比如说法律规定要求八小时 超出部分 必须是员工自愿 并且签字 签合同数 我完全自愿 你同事还是会签 那我这样说 你同事还是会签 好 那我这样说 如果我们将来出现了一个 不要996 然后大家都八点九点钟上班 六点钟下班 这样的一个社会 你觉得这样好不好 这肯定是好的吗 对不对 我觉得你少看点童话故事 对 所以这就是不好的地方吗 应该改进吗 对不对 不 我觉得你少看点童话故事 你说的这个东西 其实从你很小时候就应有了 对吧 就从你很小时候就应有 上学的时候就应有了 有人 有人做完他当天的作业 开始预习第二天的东西 上课了以后 老师一问问题 他疯狂给他展现 他扭腾换定 老师老师 我知道 这种人长大了以后 就是工作里面 我主动要求加班 我热爱工作 你看不起这种人也好 你讨厌这种人也罢 这种人他想要的是什么 他想要的就是比你挣的多 对 你不妥协的是什么 你不妥协的是什么 你讨厌他的什么 你讨厌他的就是比你挣的多 你妥协了什么 你妥协了工作时长 所以你想跟他挣的一样多 我不讨厌他比我挣的多 就是我希望他挣的多的时候 我不想挣这么多的时候 我有个机会可以离场 可以啊 你可以离场啊 你可以离场 当这种 当大多数的人都选择这种风气的时候 你选择离场 就离开这大多数人就好了 换个拳子就混了 做送外卖啊 天啊 乐岁几点 起来以后点上线 这边单就来 咱凭勤劳的双手 咱凭勤劳双手 咱能挣多少挣多少 下午五点不愿干 回家打游戏 晚上十点来神了 穿衣服出去就接单 对不对 你这多狂啊 自由职业者送外卖啊 好 好 简单吗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 对 去送外卖去吧 最后 最后一句 好吧 最后一句 讲完 我就下了 开始吧 说吧 最后一句就是 我希望像你这样的主播 其实本意是好的 宣传我们好的地方 好 不让你说 好 希望像我这样的主播 越做越好 好嘞 没问题 气死你 你想说完就跑 你是属于临在厌气之前 我最后还有一句话 我 你嘎 你嘎 我不要你说 我听你说了 你嘎就完事了 不让你说 你希望我越做越好 你希望我粉丝越来越多 希望让你这种绿马烂的无所遁形 该 不让你说 合不合理 念完你还想走 你还想来手诅咒 天哪 反弹 终止加句号 我不知道您没有一种感觉 仿佛刚才是叶师傅 上场打了一场拳击 对面想踢脚 一抬腿的时候 大腿里的人呆一脚 对面想挥拳 一抬手的时候 胳膊肘 呆一下 主打个提前预判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